身为大内密探 就算你最亲的人也不可以相信 因为出卖你的人 往往就是你最信任的人 这样你的任务随时都会失败 不得不说铁崽神猴的话很有道理 就像是断天牙怎么也想不到 杀死上官海棠的真凶 竟会是他那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妻子柳生飘絮 为了查出杀害上官海棠的真凶 断天牙请来了天下第一神探张敬九 这让柳生飘絮心惊不已 欲要将张敬九除之而后快 我仔细看过海棠的伤害 是后心中刀 断天牙告诉张敬九 能一刀杀死上官海棠的人者 在东营应当没有几个 其中跟他有仇的也只有柳生蛋马首 而他在上官海棠的指甲缝里 发现了一些灰色的粉末 好像是家中用来抹墙的灰蜜 他的家中恰好用的也是这一种 张敬九提醒起了断天牙 身为一名合格的大内密探 就算是你最亲的人也不可以相信 因为出卖你的人 往往就是你最信任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的一副铁胆神猴大义凛然 不也一样成了现在的专横跋扈 张敬九认为在城市非四人当中 极有可能藏有内奸 因此他要断天牙小心使得万年传 从此刻开始保持警惕 绝对不要泄露任何有关的线索 直到查出事情的真相为止 就像他这些年 查到了铁胆神猴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包括在青城山 秘密训练三十六天当和七十二地煞 可秘密往往知道的越多 死的就会越快 难道依附他 他真的不想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 全局计划吗 不得不说张敬九很聪明 他的意思特别明显 四大密探都是棋子 剩下的就只有云罗郡主和柳生飘絮 云罗郡主是郑德皇帝的妹妹 不可能帮助铁胆神猴 因此最可疑的对象只有一个 那就是柳生飘絮 并且他也与东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在断天涯陷入沉思之际 一对撒着纸钱的人马有远及近 龟海一刀转头看去 发现竟然是万三千 万三千的模样异常的颓废 显然上官海棠的死 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虽然他与上官海棠并未完婚 可上官海棠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 所以他有资格也有必要前来吊艳 龟海一刀迫切想要知道杀人真凶 要万三千说出凶手的名字 可万三千却告诉龟海一刀 那是一个龟海一刀惹不起的人 随后便转身离去 龟海一刀为了弄清楚真相 出手想要留下万三千 可万三千的身边 有着打不死的湘西刺鬼 龟海一刀又断掉了右臂 就连靠近万三千都做不到 龟海大侠 我们不想得罪 请勿向毙 一刀 万天牙阻止了龟海一刀 表示上官海棠的仇他们定然汇报 至于万三千想要怎样 他们根本不用去管 张兄 我们再联络 好 万天牙回到家后 便根据张敬九的推测 寻找起上官海棠留下的线索 他在上官海棠被靠过的护栏上 发现了上官海棠的指甲印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 海棠的指甲 也有一些灰色的坟墨 什么坟墨 就是家里用爱抹墙的那种普通灰泥 我家里用的就是这种 给他带来 Altyazı M.K.